Hello, Bonnie 2! 跟着我们一起说音乐唱故事吧! Drip, drop drip, drop drip, drop drip 空中,也有MT家庭有共鸣吗? 就是这一首哦,Drip, Drop, Drip 我的灵感呢,就来自MT的这个念谣 当初在编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记得我坐在花莲的一个星巴克湖边 我想象,快要溶雪的时候 也许也会有雨滴敲打在窗户上或门檐上的声音 就这样子,Drip, Drop, Drip, Bumble 好浪漫哦 虽然台湾不是一个会下雪的国家 不过想到圣诞节 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人看到满满的雪白世界 故事里面,这首歌是大哥猪跟小弟猪一起合唱的 因为小红帽做了一个很调皮的恶作剧 让小弟猪觉得好伤心 于是,大哥猪就用这首歌曲安慰了弟弟 这首歌的尖奏 嗯,你也可以想象它的B段 其实很长 原本应该要用唱的 但是呢,后来我们决定要把B段删除 而今天在推荐歌单里面 我们会把音乐的口白删掉 让你们可以完整地欣赏B段的旋律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馆内 这边我们会让两只小猪一起在音乐中用舞蹈对话 非常可爱 很难想象,对吗? 那只好来馆内走一趟咯 让我们来看看大哥猪还有小弟猪如何在音乐中鼓励彼此 并找回快乐的心情 Drip job drip 雪飘上我屋底 就像是棉花糖融化在我咖啡里 闭眼睛 听窗外的声音 听窗外的声音 滴滴答答 敲打我窗 就像是在提醒 Drip job drip 雪飘上我屋底 就像是棉花糖融化在我咖啡里 闭眼睛 听窗外的声音 滴滴答答 敲打我窗 就像是在提醒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滴滴答答 hak 是荣雪的声音 想起像时候在窗边妈妈的叮咛 ead permet basin compartil 原因 我会为你喊加油和打起 想听完整版吗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Hello 邦尼兔 说音乐唱故事 你就可以收听完整版的 小红帽的圣诞节 更多莫扎特 我想要爸爸妈妈 带我去看音乐剧 那就快搜寻 IG 邦尼兔底线邦尼兔 或FB粉丝专页 邦尼兔亲子Music Lab 预约台北每周五 周六周日的场次 12月限定的小红帽的圣诞节 更多莫扎特 超级好看哦 Hello 邦尼兔 说音乐唱故事 下周空中见